弟兄姐妹们 平安 在这个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刻 在美国大选刚刚落幕的当下 时间来到了十一月 十一月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感恩的月份 在诗篇一百零三篇第二节 我们很熟悉的经文那里说 我的心啊 鸟称重耶和华 不可忘记祂的一切恩惠 是的 神给我们的恩典真是数算不尽 祂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 医治我们一切的疾病 救赎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一生一世都以仁爱慈悲恩待我们 而我们人非草木 人为万物之灵 按照道理来看 我们应该会感谢神的恩典 万可忘记神一切的厚恩才是 但是事实上 自古以来 人心总是不愿意感恩 好比说在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 岳王勾建被吴王夫差所打败了 于是岳王勾建卧心尝胆 并且得着了文武两元大臣 一个是范义大将军 一个是文种大臣 在经过十年生据十年教养之后 终于把吴王夫差的大军给打败了 按照道理来看 岳王勾建应该好好地感谢范义和文种 这两位才是 哪里知道岳王不但毫无感激之意 还把文种给处死了 幸好范义有先见之明 早早地逃走才免于死亡 再有好比说在第二十四叶大战的时候 在欧洲战场最著名的铁骑将军乔治巴顿 他曾经这样说过 他说我在三十五年的军人生涯当中 我批准了无数的军人 让他们可以回家休假 但是只有一位军人 在休假的时候 寄回一张谢卡给我 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 也有这么一段的记载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耶稣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高声地说 主耶稣啊可怜我们吧 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那中有一个发现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 又服服在耶稣脚前来感谢他 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这种麻风病在当时是一种绝症 而且是被认为是一种不洁净的绝症 患了这种病的人 真是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现在居然有一位大能的医生 用这一句话就把他们医好了 而且还有祭司来作证 这种大恩大德 怎么会立即立刻就忘记了呢 怎么十个人当中 只有一个回来说声谢谢呢 圣经这里让我们看见 几乎百分之九十的人 是不懂得感恩的 我们人性的软弱 一个最普通的表现 就是人人希望别人 记得自己给他的恩惠 但是人人却最容易忘记 别人给予自己的恩惠 这正如中国人所说的 我们给人家馒头呢 马上 人家给我馒头呢 马上我就忘了 但是人家给我拳头呢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 我们最不喜欢的一个人 就是忘恩的人 却不知道自己就是一个忘恩的人 曾经有一幅卡通漫画 登在报章上 这个画中呢 众人围着一个人像 人像的胸膛写着不知感恩的大字 人人手中拿起石头 要打这个人像 但仔细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 右手拿起石头 要打这个不知感恩人像的那些人呢 他自己左手却正握着一个小小的 不知感恩的人像 这个漫画家呢 用就是要透过这个卡通 说明一件事实 人人讨厌不知感恩的人 而自己呢 却正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啊 是的 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感恩不是人人肯做的事情 不要说是一般的人 就是蒙神拯救的人 在感恩的世上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只有怨言没有感恩 岂不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写照吗 难怪英文里面有一句 意义深长的话是这样说的 最难学得会的一门算术呢 就是会数算我们所得到的恩典 就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在圣经里面 多次多方地教导我们 要凡事谢恩 要常常感谢 要警醒感恩 警醒感恩就是 睁大着眼睛 看守那些感恩的事情 不要在自己的身上 所应有的谢恩给流失掉了 再还有呢 我们如果去看这个启示录 我们就会发现 圣经还把这个感谢神 跟荣耀神是并列的 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有心 会个荣耀神的生活 我们就必须向神 长存感谢的心 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 我们就会晓得 为什么在旧约的里面 在希伯来文当中 没有谢谢或者感恩这个词 而只有称谢 称谢原来的意思就是承认 原来的意思就是宣告 不论是承认或者是宣告 都是用口把它公开地说出来 所以古时候的 古时的犹太人 他们公开承认某一个人的好 或者公开宣告某一个人的好 就等于是在对那个人说谢谢了 说得更明白一点 这样公开地承认 或者是公开地宣告某一个人的好 事实上也就是在那里赞美那一个人 所以在旧约里面称谢这个词 有些时候是可以把它翻译成赞美 也就是说谢谢和赞美 在他们的语言当中是可以互换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深深地知道 我们一定都愿意过一个荣耀神的生活 那就请我们记得向神感恩 就是荣耀神 向神感恩就是荣耀神 这样看来感恩既然是这么样的重要 那么我们当如何向神感恩呢 刚刚我们看的诗篇116篇第12节问得好 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 向我所示的一切厚恩 诗篇116篇不只是提出了这个问题 也给了我们答案 首先在这篇诗篇的第一节说 我爱耶和华 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 我们如何感恩呢 当我们还没有想到其他的方法之前 我们首先要把那颗爱主的心奉献给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爱的奉献应在一切感恩行动之前 爱的奉献应该在献感恩祭之间 当神对亚伯拉罕说 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 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 在我所要指示你的身上 把他献为凡祭 是的 亚伯拉罕他可以献上一千头牛 他可以献上一万只羊 他也可以献上他所有的金银宝石 但这些并没有摸到他最里面所隐藏的宝贝 以撒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宝贝 是他一百岁的时候所生的 是他的独生的儿子 是他所爱的以撒 神要的就是这一个 神要的就是你所爱的 是一个具体的爱的一个感觉 哦 弟兄姐妹们 我们不是常常说 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 我愿意为那位替我死而复活的祖国 但是今天当我们讲到感恩 但是今天当我们讲到奉献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心中仍然会有着挣扎 为什么我们不再像从前那样 活着地来侍奉主呢 恐怕是在我们里面 还没有把我们那个爱情 那个内心深处的爱情奉献给神吧 凡没有把爱情献上的人 那只是有口无心的感恩啊 这样的一种感恩 跟那个商店里面的店员 对顾客说谢谢你的光临 是没有什么分别的 哦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们把我们的奉献 放进奉献箱的时候 我们的心中如果默默地对主这样说 主啊 我爱你 深深地相信我们如此献上一颗爱主的心 我们的奉献 避蒙主的愿啊 又或者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参加一项 事奉的时候 我们带着我们带着一颗爱主的心来做 身心便能够使我们的事奉带出那个基督心香之气 是的 爱主的心是我们感恩的一个基础 我们的感恩是在回应主那一个莫大的爱 所以感恩就是一个爱主的一个告白 是一个蒙恩的人和施恩的主 进入那个爱的亲密的关系的里面 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感恩的人 那是一个先被神的爱说摸着的人 一个感恩的人 也是一个把爱情完全奉献给神的人啊 早年在美国一个小地方叫做天鹅镇 在这个镇上的基督徒们呢 他们每次聚会的时候 都是在简陋的棚子里面聚会 这个有些时候刮风下雨 有些时候天气炎热 或者是过于严寒 他们在这个简陋的棚子里面聚会呢 很不合适 所以他们就觉得应该为主来盖座礼拜堂 于是他们就推举了几位建堂委员 来筹备建这个礼拜堂 他们建堂委员就到处 首先在这个镇上寻找地 他们找来找去呢 就发现在这个小镇的镇中心啊 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呢 有一块地 他们就觉得这块地 如果能够拿来作为礼拜堂的话 一定是最合适不过了 于是这些建堂委员 他们就去找这个地是属于谁的呢 找来找去 他们发现原来这块地啊 是教会的一个弟兄的产业 于是他们就去找这个弟兄来谈了 这个弟兄就满脸笑容的对他们说 非常谢谢建堂委员看中的这块地 不过这块地啊 我们家呢是准备保留给自己用的 我们准备在这块地上呢 可以盖一个商店 能够做生意的 所以我们没有打算把这块地呢 卖出去的 不过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我还有另外一块地 我可以另外一块地 可以卖给教会 甚至呢那块地呢 我也可以奉献给教会来建造礼拜堂 于是建堂委员就去查 去看看那块地在哪里呢 原来那块地是在这个镇的一个 比较偏远的地方 是人烟比较稀少的地方 而且那个地呢 比较低歪一点 常常闹水战 所以建堂委员就说 哎呀这块地不合适来建造礼拜堂 可是这个地主 这个地兄呢 说什么也不肯 把这个市中心 这块地呢拿出来让教会建礼拜堂 这些建堂委员在没有办法之下呢 只好呢就在这个偏远的这块地上呢 常常闹水在这块地皮上呢 来建造礼拜堂 他们稳过了地基以后 高高兴兴地开始建造 在1876年的9月16号 那是一个主日 他们整个教会用砖 所建造的这个小礼拜堂 这个小礼拜堂的外墙 全部漆上的白色的颜色 终于完成了 于是就在1876年9月16号 那个主日的那天 举行的县堂的礼拜 在举行县堂礼拜的时候 风和日地 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都非常的欢喜快乐 在神的面前献上感恩 县堂礼拜完了以后的第三天 一场强烈的暴风雨呢 突然就袭击了这一个小镇 整整一天一夜 狂风暴雨呢 吹打个不停 到了星期四的下午 风雨才渐渐地停了下来 这个天安镇的这些居民呢 才走到户外想看看 这个灾情到底是如何 当他们走到户外的时候 他们看到了一个画面 惊讶地说不出话来 只看见他们刚刚盖好的 一个小礼拜堂 就像一艘白色的小船一样 浮在这个水面上 沿着这个马路呢 这个往前移动 众人这个很难想象 整个礼拜堂 整座礼拜堂呢 漂浮在水面上 这些会友们赶紧去找来工具 想要阻止这个礼拜堂的流动 但是怎么挡也挡不住 而且很令人奇怪的 眼看着这个小礼拜堂呢 就要撞上了一个大的建筑物了 眼看就要撞上去了 竟然自动转弯 最后终于来到这个 Downtown的这个Main Street的 这个旁边呢 这块空地上停了下来 而这个空地 就是那个地点呢 就是原来会有 所看中的那个地点 而这块地呢 就是因为当初的这个地主 这位弟兄呢 百般刁难 不肯卖给教会的那块地 在一场暴风雨当中 礼拜堂奇妙地搬了家 这可把这个地主啊 这位弟兄给吓坏了 不仅赶紧地让出这块地 而且一毛也不敢向教会要 完全地奉献 从此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呢 就把这个白色礼拜堂 小礼拜堂啊 取名叫做神的预备的教会 直到尤金 真的在这个教会里面 他们的正式的文件里面 是这样记载的 哦一个感恩的人 乃是一个愿意把心中的爱 把心中的爱情完全奉献给神的人 再来我们要如何感恩呢 感恩乃是献上我们的伤痛 使我们的心灵得着安息 我们有没有想过是什么缘故 以至于阻碍了我们里面 那个感恩的心呢 就是我们的心中所羁押的 被刺伤 受到亏待 遭到得罪 或者是对周围的人 有埋怨有排斥 诗篇116篇的作者 就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请看这第六节那里说 他被看作是愚人 他被轻看 第十节 他受了极大的困苦 但是在这一切伤痛之中 第四节那里说 他求告耶和华 他求耶和华 拯救他的灵魂 而就在这个时候 第五节就说了 他想到神的恩惠 公义和怜悯 于是他向他自己的心说话 第七节那里 我的心啊 你要人归安乐 以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 这一篇诗的作者知道 是因为自己内心的烦躁 以至于使他失去了 比赎尔盖恩的心 著名的这个 菲尼克罗斯比 她是一个盲眼的女士人 她一生总共写了六千多首的圣诗 她在她的自传里面 曾经有这么一段话 那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当我听见那个 依我眼睛的医生说 自从用出了药 使得我的眼睛瞎了 她一直觉得非常的抱歉 不错 这是她一生当中 最难过的一件事情 但是如果我现在 能够再次遇见这位医生的话 我就要对这位医生这样说 谢谢你医生 谢谢你使我眼睛瞎了 虽然在医生方面来说 是做错了一件事情 但是神不会错 我深深地相信 这必有神的美意 叫我一生盲眼 我要预备我多有赞美 并且要鼓励别人 也要这样一同来敬拜 一同来赞美 各位可能都听说过 暗示之后 蔡树娟姊妹的一些见证 在1931年的时候 由于一场神秘无情的病 使得这位蔡树娟姊妹 她必须被关在暗示里面 不能够见光 这样的日子 前后有六十年之久 初初开始的时候 蔡子妹的心中满秒埋怨 于是有一位牧师 老远地跑来看她 蔡子妹这样描述说 她几乎不敢相信 像这么一位牧师的情况 竟然能够来到她的房间 这位牧师除了头 以及一只手以外 其他全身都是瘫痪的 她的师母像抱小婴孩一样 把她从车子里抱得出来 放在轮椅上 可是从这位牧师的脸上 却显露出那喜乐的荣光 她没有丝毫的伤感 也没有丝毫的埋怨 她只是平和地 接受这一切 深深地相信 神在其中 有她美好的旨意 所以牧师告诉蔡子妹这样说 当火热的太阳 热震当中的时候 它可以使一条马路变得更硬 也可以使冰块或奶油融化 同样的 当伤痛临到的时候 可以令到一个人的心灵 变得更加的刚硬 更加的拒绝神 拒绝人 但也可以融化人的心 使他更能够明白神的旨意 这个决定权 就在你我的手中 是变得更好 或者是变得更坏 那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这位牧师做了一个结论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 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锁定的旨意 是的 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必须人归安乐 我们必须不再计较别人的恶 我们必须停止 不肯饶恕别人的那个心 因为这会阻碍我们 对神的感恩 很显然的 我们看这个经文第十一节 这位作者在失望当中 曾经急促地说 人都是说广的 他对人不再信任 他对人感到失望 但是他如果继续把别人的错 牢牢地记在信中 他如果继续这样批评周围的人 他就将完全失去安息 有一本书叫做《饶恕的艺术》 里面就这么一句话 当你的记忆中怨恨多余感恩的时候 只会使你自己更加的烦躁不安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今年这个感恩节 就要来临的情绪 当我们还没有 当我们还没有向神献上感恩祭之前 我们要不要先倾倒出 那些积压在我们内心身处的那些怨恨 那些伤痛 而让我们的心重新装满了神的厚恩 我的心啊 鸟人归岸的 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带你 第三 我们当如何向神感恩 第九节这里说 感恩就是下定决心 要在神的面前行活人之路 感恩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 当作活祭来献给神 我们每时每刻提醒自己 是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愿意被神的慈神爱所吸引 来遵行 来遵行祂的旨意 今天很多活在世纪上的人 他们是在走一条离主很远很远的路 那是一条死人之路 不是活人之路 所以他们不是在向神感恩 他们来是招他了神的恩典 在犹太人当中 有这么一个寓言故事 是讲到瑞利沙盖的 这个瑞利沙盖 他年老的时候 仍然住在耶利哥城 瑞利沙盖 他因为信了耶稣得着的新生命 所以他就选择走一条活人之路 来向神感恩 这位瑞利沙盖 当他年老的时候 他有一个习惯 每天早上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 他就到外面去走动走动 然后回家 他每一次回来的时候 总是面带笑容 心中满了喜乐 日久了 他的妻子就感到惊奇 就那么一个早上 他暗暗地在后面跟踪他 原来瑞盖来到了一棵老桑树下 那棵桑树就是他过去 曾经爬在上面 等待主耶稣的地方 瑞利沙盖先拿水桶 到井里面去打了一些水 然后浇灌那棵老桑树 又把树下的杂草给拔掉 然后瑞盖就站在树下 抚摸树干 仰望观看 他从前做过的老树 萨盖好像真的没自言自语地说 老桑树啊 你真好 你帮助我 叫我能够看见主耶稣 因此蒙恩得救 我因信主得少的喜乐 所以我感谢你 我更感恩主的恩典和怜悯 临到了我 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里面 曾经记载 主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 我们看见拉撒路也是蒙了 何等大的厚恩 可是拉撒路却是一个 啄口笨舌的人 虽然拉撒路他不懂得如何开口 来为主做见证 可是拉撒路却知道 默默无声地将他复活的身体 来给人看 拉撒路并且用他的新生命 用他更新的生活的样式 把神奇谋的作为给显明出来 吸引很多很多人来救进耶稣 圣经说 有好些犹太人 为拉撒路的缘故 他们回去信了耶稣 有好些犹太人 为着拉撒路的缘故 他们回去信了耶稣 是的 拉撒路在神的面前 以一种活泼的生命见证 来向神献上感恩 最后 诗篇116篇第十四节和第十九节 这样说 我要向耶稣还我的愿 是的 我们向神感恩 我们就要向神还我的愿 在我们过去的生活当中 不少有多少次 曾经向神许过愿说 主啊 如果这一次你帮助了我 如果这一次你带领我平安地度过 我就要怎样怎样怎样 这些许愿 不知道今天 我们是不是都还清了 是不是都还清了 在十九世纪末夜 有一年的夏天 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家 他们从英格兰到苏格兰来度假 有一天 这个富有人家的小孩 在游泳的时候忽然抽筋 就在那里喊救命 附近有一个农夫的儿子听见了 就将这个孩子呢 从水里面救了起来 这个富有人家的小孩子的 这个父亲知道了 非常感激 这个农夫 这个儿子的这个善行 于是就问他说了 你将来长大要做什么吗 这个孩子就回答说 我想就是和我的爸爸一样 做一个农夫吧 小孩子是这样回答的 可是这个富有人家 这位做父亲的人就说 你有没有想要改变呢 改变一下 不再做农夫呢 做其他的事情呢 好吗 这个小孩子就回答说 有的 我一直希望我能够做一个医生 可是我家是务农的 是一个农夫子弟 我们家很穷的 不可能供我去学医的 这位富有人 这位富人就对他说 好的 孩子 你不需要挂礼这些 让我帮助你 吸引你的愿望呢 能够得以成就 你就按照你的期待进行 让我提供你一切学会 一切所需要的学会 这位富人家 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想到这个孩子呢 这个农夫的孩子呢 救了他儿子的命 所以他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呢 愿意提供他 学医所需要的一切的学费 这个孩子 就是后来发明 潘尼西林的亚历山大 富兰宁医生 而那个被救的小孩呢 就是后来当了英国的首相的丘基尔 在1943年的12月 丘基尔在非洲北部访问 忽然得了急性的肺病 他的医生打电话回英国 请富兰宁医生过来看一看 几个小时以后 富兰宁搭飞机飞到了非洲 为丘基尔打针治疗 又一次救了丘基尔一命 这个丘基尔就很感谢的 向这个富兰宁医生的道谢 富兰宁医生这样笑着回答说 不用谢我 上次我救你的命 然后你的父亲已经谢了我 已经谢谢了我 帮助我学医 所以这一次呢 是因着你父亲帮助我 我愿意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回报他 所以你应当向你的父亲说谢谢 这位充满爱心的 这位贫穷的小孩 他有感恩的心 巧遇一位有爱心的 这个富贵人家 他有一颗感恩的心 他许愿来帮助他 这个感恩 这个感恩就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一个发明肺炎的特效药 拯救了千万人的生命 一个领导英国 在第二十岁大战 走向富强胜利的大国 同样的 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历史当中 在我们一定有一些重要的时刻 或者是我们结婚 或者是有孩子的时刻 或者是我们的信仰耶稣受洗的时刻 或者是我们在公司里面 这个升职的时刻 但是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很艰难的时候 失业的时候 或者我们处在一些说不出来的那些痛苦 那些逆境当中的时候 无论是顺境 无论是逆境 在我们的生命历史当中 可能都是对我们来讲 都是一些重要的日子 在那些重要的日子当中 可能我们都曾经向神 需要许许多多的愿 这些我们都偿还了吗 有一位公司的高级职员 他被公司从芝加哥派到纽约 去谈一笔生意 经过一年三天的谈判 他的身心实在是感觉到非常地疲乏 在礼拜五的中午 谈判终于结束了 于是这个公司的人 就准备一同去餐馆 好好庆祝一下 但是这位职员呢 因为他是一位基督徒 所以他就借故 推迟了这么一个应酬 他一个人跑到纽约第五大道的一间 大礼拜堂的里面 跪在谈前安静祷告 不知道过了多少时间 突然听到一位老先生的声音这样说 不管境遇好坏 不论富贵贫贱 或健康或疾病 相悦相爱 终身不遇 在此我向你蒙示我婚约的爱 这位基督徒就抬起头来 往前望去 他发现有一对老先生老太太 站在台前 哦 是有人在这个地方举行婚礼 但是举行婚礼怎么没有牧师 也没有亲友呢 这个时候轮到老太太说话了 她也是非常庄严的这样面子 或健康或疾病 相悦相爱 众生不遇 忽然这一对老人家 发现了这位年轻人 老先生就很抱歉地这样说 年轻人对不起 我们吵到了你了 还没等到他回答 这个老先生又说了 年轻人你知道吗 今天是我们两个人 结婚六十五周年的纪念 最近这十年 每逢这一天 我们都重新回到 我们举行婚礼的这一间礼拜堂 我们都重新再次温习一下 当年婚姻的盟约 接着这个老太太也开口了 年轻人啊 你知道吗 这些年来 每当我们再重新 说一次婚姻的四约的时候 我们心中所有的 已经不再是 已经不再只是当年的爱情 经过六十五个年头之后 我们重新的爱情 已经升华为恩情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在过往的年日 神把我们每一位 从遥远的东方 带我们来到这个地方 从此在这个新的土地上 让我们能够开始成家立业 生活等等 而我们的神 不但顾面我们肉身 所需要的一切 祂更为我们预备了 这么一个属灵的家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教会 把我们放在这个爱属的教会 属属的教会的里面 经过过往不晓得多年的岁月 神就借着这一间属主的教会 这一间我们属灵的家 所给予我们的 已经不再只是爱情 而是更深的恩情了 请问我们愿不愿意 在神的面前重新温习一下 当年我们加入这一间爱主的教会 这一间属主的教会 的一个心愿 主啊 我愿意继续 安着人的心意 不论我的教会 是在顺境或是在逆境 不论我所爱的这个教会 是新生或者是衰退 我愿意负起一个肢体的责任 一生一世 按你所赐给我的教会 来表达我内心深处 对神厚厚的感恩 阿们 请低头我们祷告 亲爱的天父 在这个疫情仍然严峻的时刻 在这个美国大选刚刚落幕的时刻 可能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些 仍然是很复杂 但是在这个十一月感恩的季节来临的时候 你让我们重新来到你话语的面前 你真是让我们看见 我们应当懂得鼠率 在过年日里面 你在我们个人的身上 在我们的家庭的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所给予我们的种种的恩典 哦 主啊 拔不得 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季节的时候 我们愿意再次 把我们那个爱主的心 那个爱情 奉献在主的面前 我们也把过去那一些的伤痛 我们完完全全 在主里面完全地放下 我们愿意在神的面前 靠着你所给予我们的恩典 我们继续行那活人之路 不但如此 更是要在这感恩的季节当中 我们要重新献上 我们内心深处向神的感恩 主啊 求你借着你的话语 继续不断地对我们说话 好 让我们这一生一世 主啊 在你的面前 永远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主啊 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信念 也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祷告 求主垂听 更是求主成全 祷告交托感恩仰望 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们 谢谢